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动澳洲股市昨天上涨0.2% 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则出现了大约1%左右的跌幅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上涨幅度约为0.5%至1.5%之间 美国股市方面 由于美联储再次暗示 如果经济发生变化 它有可能会再一次降息 使得昨天美股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大涨 道琼斯 标普和纳斯达克分别上涨大约2%左右 奇怪的是 虽然股市大幅反弹 但是黄金价格并没有因此而暴跌 昨天金价依然是维持在过去几个月的最高点 大约是1325美元左右 油价则停止了过去连续的下跌 稳定在53.30美元左右 最后 数字货币比特币在目前价格 也是从高位的近9000美元回落至8300美元附近 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一下 首先自然就是澳洲昨天央行的降息 那么在澳洲的朋友们 特别是华人朋友们 昨天的微信朋友圈几乎都被刷爆了 那我自己本人呢 我看了一下大约有50个朋友左右 转发了有关于澳洲再一次降息的新闻 毫无疑问的是呢 澳洲央行在昨天下午选择的降息 使得现在澳元的利率达到了历史最低的1.25% 有朋友问我呢 这个降息到底是为什么能够帮助经济增长呢 其实呢 我们如果是抛开一些复杂的经济课本也好 知识也好 我们把它简单化 总的来说 我们降了息 对于没有买房子的朋友们来说呢 去银行 我们贷款的金额可以增加至少5至8万澳元 本来可以买50万的房 现在可以买到55万至58万 也就是说我们的购买能力得到了增强 那么对于现在手上已经有房贷的朋友们来说呢 由于利息的下降 每年还款的金额大约将会少1000澳元 虽然钱不是太多 但这1000块钱多出来的钱呢 可以用于消费 用于投资 用于购买其他的商品 这样一来呢 也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且很关键的一点 我们知道现在澳洲央行的标准利率已经降低至1.25% 但是澳洲每年的物价上涨 大约依然在2%左右 换句话说 我100块钱存在银行 第二年可能价值呢 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 它可能真实价值只有98澳元 而我就算是拿到了1.25%的利息 也不够抵抗物价的贬值 这么一来的话呢 其实央行也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就是鼓励大家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 现在就用 因为现在钱的价值要比明天更值钱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呢 降息自然是能够降低他们的贷款成本 我们知道呢 可能是1000 1万看不出来 但是一个企业如果贷款是几千万上亿的话呢 那么降低0.25% 每年也能减少至少是几万 甚至于几十万澳元的利息支出 因此我们不能说降息立刻就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它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发生的 但是降息毫无疑问就能够加速经济的恢复 它是一个助推器 一个催化剂 而且呢 关键的一点是降息使得民众愿意相信政府和银行 或者是央行愿意为了这个帮助经济恢复而努力 这个信心包括市场的信心 才是经济恢复的一个基础和关键 那么今天再来说第二个话题 我们知道澳洲的奶粉股在过去几年一直是非常的强劲 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深受中国广大消费者喜爱的贝拉美 A2以及最新的BOB奶粉呢 在过去几年的涨幅都非常厉害 但是呢 昨天我们看到这些奶粉股都经历了大约是3%至7%的下跌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关键因素就来自于本周二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政策 就是鼓励国产奶粉的在市场占有率上的提高 同时呢 也是鼓励国产奶粉能够走出去收购国际企业建立海外基地 要求呢 把目前的市场份额国产奶粉从47%提高至60%左右 这使得很多的投资者都觉得呢 海外奶粉像澳洲的一些AR贝拉美之内奶粉 有可能会因为政策的问题 在中国的发展受到阻碍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在未来两三年之内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 因为毕竟现在来说的话呢 首先国际品牌在中国的主要市场占有率的品牌 是并不是澳洲品牌 而是呢 雀巢 美赞成 达能 以及这一类这个欧美品牌 而且呢 澳洲品牌其实价格呢 甚至是在这些传统的欧美大企业之上 是属于呢 顶端的高端奶粉消费层次 那么对于高端消费人群来说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 即使是国内品牌 在购买了海外基地和生产基地之后 在两三年之内 这个品牌的信心 以及它的定位 依然无法超越现有的高端奶粉品牌 换句话说呢 只要是牌照上没有问题 只要是海关上没有这个 我们说的是清关时间过慢 那么正常上来说的话呢 也许中端的国外品牌会因此受到影响 但是目前定位在高端的澳洲奶粉 我觉得在两三年 甚至于在五年之内 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说实话 如果我们在国内 如果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话呢 绝大部分的消费者会选择购买 直接从海外进口的奶粉 宁可为了孩子 多花着几百人民币 很多家庭呢 我估计也不会选择国内的奶粉 因此这个信心的建立 可能需要的时间 是要远远超过两三年 甚至于三五年的 所以说现在短期内 也许澳洲奶粉会暂时 遇到一些市场恐慌情绪的影响 但是在销量上 但是在产品定位上 我觉得澳洲奶粉 不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 至少在五年之内 没有受到太大威胁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